你说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中日家庭艾艾家的小醋王 是不是 我们现在去干嘛 去接哥哥放学啊 昨天哥哥在学校受伤了 走 我们去接哥哥 老大腰的那个部位受伤了嘛 担心他走路的时候 还被这个书包太重 所以过来接一下他 小坏蛋 非要慢慢抱 走了好一会儿累了啊 今天没有带推车出来 本来以为半道上能遇到老是老大的 到现在也没碰到他 估计今天应该是跟平时的放学时间一样的 没有提前放学 我老公把时间弄错了 来 把车车给大家看一看 你的车车 车车补补补啊 补补 补补这里 补补啊 对这个啊 你的车车 现在到了小学了 过来 过来 走 爸爸就是在这个学校毕业的哦 以后哥哥也会在这里毕业 以后你也要进这个学校啊 哥哥放学了 刚好到学校刚好放学 等一下哥哥看到我们肯定会吃惊的 说哎妈妈怎么今天又来了 老大肯定会很开心 过来 我们到这边来等哥哥过来 过来 伞都是他们自己从家里带过来的 就是专门放在学校里面 预备就是预防下雨的时候 直接可以打伞带回去 要是没有带伞的话 学校也有伞可以借给孩子拿回家的 这边的话就是他们到了学校里面 就是在这个走廊的这个位置 就要全部换成那个小白鞋 把自己的鞋子放在鞋柜里面 所以学校里面还算是比较干净的 整体 学校的卫生也是孩子们打扫 哎总算是放学了 刚才老大哥打电话 我骗他说 我说你先从学校里面出来 我说妈妈扮刀上去接你 等会他看到我肯定会下去 哎妈妈你怎么就来了 马上就能看到哥哥了 你有 嗨 Hiro 小姐姐 这个也是哥哥同学 こんにちは 嗯 这些都是老大的同学 好二岁 好多小姐姐过来了 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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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刚才他同学高分海就跟你妈妈来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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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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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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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不要跑 跟在各个旁边 这些书包上面贴着那个黄色的 一块布的那个 都是一年级的新生 新生的时候会 书包上会这样 然后二年级开始就不用了 你看这个我儿子旁边这个孩子 穿绿衣服的这个 他的书包上就没有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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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Hiro和Kaido似乎 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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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辛苦了啊 从哥哥的学校来回走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样子 耶 嗯 我来想听歌 哥哥一直干嘛 哥哥在打蹲了啊 昨天买了两个半价的鸡腿 今天把它给煎一下 原价是429日元 就是26块钱的样子 然后我半价买的话 就是12块钱 是不是很便宜 我一般煎大鸡的时候 喜欢把这个表面煎的稍微有一点 金黄色 我平时不爱吃鸡皮 所以鸡皮我也喜欢把它给煎的 有点焦的感觉 不要吃掉嘴巴里面 口感比较好 我不喜欢吃那个鸡皮软软的嘴巴里 这个煎的很酱 一点也没有焦 锅也没有干 一点也不干 像这个煎好以后 煎的好脆啊今天 下面有很多油 所以我一般都会下面铺一层吸油纸 给它吸掉一遍 我能说现在已经是半夜11点20了吗 我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 我老公还没有下班回来 估计可能要到12点多才能到家 真的它也挺辛苦的 像这种涂抹式的面膜 我一般会涂得稍微厚一点 就是能完全遮盖掉本来的肌肤的那个 那个就是黄皮嘛 就可以了 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真的是晚上半夜11点半 再过一会我老公才能回来 这个是今天晚上我做的菜 这个是冷豆腐 冷豆腐的话就是日语里面叫 日本人都很喜欢吃 就是一块生的冷豆腐啊 那个然后蘸一点日式酱油 就是淋上去就可以直接吃 然后青椒土豆丝 还有丝瓜炒鸡蛋 我最近吃丝瓜 已经吃了我反胃了 天天吃丝瓜 这个是刚前面煎的那个鸡蛋腿 然后平时的话像我们就是吃青椒啊 然后蛋白茶 还有酵素这些 我老公因为经常喝酒嘛 有有应酬 这个叫醒酒玩方科的 就是应酬比较多的人比较适合 喝了酒不会第二天不会头那么疼 然后这是小孩他们吃的大默维生素 我们一般反正就吃这些东西吧 现在半夜12点40了 我很小的 等等 太高了 我已经贪了 太重了 你吃得了吗 我不会吃得了 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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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 第什么 开始吃饭 好 感谢观看